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鲜多家媒体首次在金正恩抵达北京前公布他访华的消息 其中劳动新闻8号刊登了领导人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 从平壤出发的相片 大批党政军官员到火车站送行 多名高层干部随同出访 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 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李朱雍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 外务向李永浩以及人民武力向鲁光铁 这是金正恩第四次访华 也是今年首场外交活动 劳动新闻报道 朝方人员期待这次访华取得丰硕成果 金正恩在日前的新年贺词中就表示 将密切联络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当时各方 就停和机制转换推动多边谈判 刮刹人士认为金正恩今年的外交目标 是建立中美韩朝都参与的朝鲜半岛和平机制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接连披露 第二次美朝峰会筹备的细节 有分析至金正恩此时放华 可能有意在峰会举行之前与中方协调立场 金正恩疫情是在7号下午启程 日本NHK电视台播出的画面 看到在中朝接壤的辽宁省丹东火车站加强了戒备 多驾警车驻守并封锁附近道路 韩联社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一辆可能载着高官的朝鲜火车 7号晚间通过丹东 期间丹东火车站附近的道路全部封闭 列车通过后道路重开 另一方面韩国外交部官员8号表示 韩国期望中朝高层交流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会面 将有助实现半岛无核化和构建永久和平机制 鲜红卫视综合报道 更多消息 我们连线驻北京记者霍卫伟 卫伟你好 中午好 任任 金正恩抵达北京访问 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告诉我们 任任确实在烧岛之前 也是在中午的11点左右的时候 相信是金正恩搭乘的列车 是已经进入到了北京火车站 他已经抵达到北京展开访问行程 而他的访问行程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 其实在昨天晚上的8点半前后 我们就已经收到了丹东方面的一些消息 丹东方面是在室内加强了戒备 包括火车站方面是进行了严格的一个管制 而在晚上10点钟前后的时候 相信是金正恩搭乘的朝鲜专利 是进入经过了丹东火车站 而在今天早上稍稍前是抵达到了北京火车站 之后大家是非常关注 他这一次访问行程 今天可以说是中朝双方达成一个协议 今年早上同时是公布了金正恩 从7号到10号访华的准确日程 朝鲜方面也是公布了 随行金正恩这次访华的一个人员名单 刚刚的片子当中也已经看到 在去年三次访华过程当中 曾经有两次随行的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龙海 也被外界认为是朝鲜的二把手的崔龙海 这次并没有在随行人员当中 并且主管经济事务的朝鲜的总理 朴凤柱也不在这一份名单当中 但是在这份名单当中 我们注意看到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朝鲜副委员长金英哲的排序 排在了朝鲜副委员长李朱雍的前边 这是在过去有一个新的一个变化 去年的三次访华过程当中 两人的排序是以这次一个颠倒过程 另外还有一个是比较注意的 也就是在朝鲜的这个份名单当中 有朝鲜的中央副委员长朴泰成 他是负责朝鲜经济事务 也可以说是金正恩的经济参谋 这一次访华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可以看出来金正恩这次访华 重点在两方面的议题 第一个方面金英哲和李中英 负责外交事务或者对南事务 重点是在半岛局势的问题上 以及朝美对话方面与中方交换意见 而朴泰成负责的经济事务 也是与中国进行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议题 从目前找到消息来看的话 今天他会在北京展开一系列行程 与中方的领导人进行一些会见活动 我们在北京会持续跟进相关的消息 任任 好 谢谢薇薇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从1月7号起 对中国进行四天访问 这也是金正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 第四度访华 金正恩这一次访华 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第二次美朝峰会不久将会举行 而且访华期间的1月8号 又是金正恩的36岁生日 也为这次访华时机增添了特别的意义 他去年三度访华称朝中两国有如一家人 2018年3月25号到28号 金正恩陈作专列带着夫人李学主 对中国进行了四天的非正式访问 这是他首次访华 也是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金正恩会谈时指出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友好合作关系 维护好共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 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金正恩表示 在新形势下传承并发展朝中友谊 是朝方的战略选择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 在这次访问中 金正恩确认他将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乌合化 2018年5月7号到8号 金正恩乘坐专机二度放华 习近平在大连棒吹倒与他会晤 两人一起品茶漫步海滩 习近平指出 金正恩在朝鲜半岛局势深刻复杂演变的关键时刻 时隔40多天再次转程放华 提前在他对中朝两党两国关系和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 有分析指出 金正恩此行是为即将举行的美朝峰会 寻求中方的帮助和支持 2018年6月19号到20号 举世瞩目的美朝新加坡峰会过去仅仅一周 金正恩就第三次访华 这次他乘坐的也是专机 习近平在上朝美首脑会晤 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的重要一步 中方将一如既往 为推进半岛核边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他与金正恩在三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三次会晤 为两党两国发展指明的方向 开启了中朝关系发展新篇章 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国党和政府致力于巩固中朝关系的坚定立场不会变 中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情义不会变 中国对社会主义朝鲜的支持不会变 金正恩则以一家人形容朝中两国 并称双方向世界展示朝中两党两国关系已超越传统 发展为国往今来史无前例的特别关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相关话题我们也来请到 评论员宋忠平先生做一下点评分析 宋先生您好 您好 金正恩这第四度访问中国 那您对金正恩这个时候访华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应该这么来讲吧 作为朝鲜来讲是希望做两件事 第一就是发展经济 第二就是战核机制的转换 那么从现实条件来讲的话 要想发展经济的话必须要实现战核机制的转换 这里面就是要包括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以及朝鲜半岛的乌核化 那么从中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中朝加强战略合作 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朝鲜半岛的乌核化 将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那么从目前来看 最大的阻力在于美国不断地在很多问题上对朝鲜撤肘 朝鲜确实在朝鲜半岛乌核化上 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的话 并没有给朝鲜给予回报 这样的话就会让朝鲜在很多问题上 不得不考虑美国的诚意究竟如何 现在确实有可能特朗普和金正恩将会第二次会晤 在会晤之前的话 中朝之间加强战略磋商战略协作 对于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是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因为朝鲜和中国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 就是要维护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都是希望能够实现朝鲜半岛的乌核化 这个是比较符合两国的实际利益 也符合整个东北亚国家的实际利益 那么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深刻认识到 中国所提出的双暂停 包括其他的一些所谓的机制 都对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包括乌核化会带来极大的帮助 所以美国在整个朝鲜半岛问题上 应该做出重大的让步 比如按照可逆条款 对朝鲜承诺解除一定的制裁 让朝鲜能够发展经济 这些东西都是朝鲜半岛 能否和平稳定的一个关键所在 千万不能走倒车 否则的话 对朝鲜半岛带来的绝非任何的好事 曾子 好的 感谢宋先生带来的电评分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